现前这个时代 灾难的信息传播很多 很杂 是真是假可以不问他 不需要理他 关键完全吵架自己 我听这些信息 我不听别的 我只听的是 什么方法能够对应对这个灾难 我只要知道这一点 四面八方来的信息 统统叫念佛 念佛是我们的本行 我们现在就在念佛 念佛就能化解 能不能相信 确确实实 遗教经里面佛告诉我们 置行一处 无事不办 我们在这个经前面念过 置行一处 也是无事不办 我只要把心 免住在阿弥陀佛上 问题解决 纵然这个灾难上 我应该去的 我到哪里去 到极乐世界去了 我不到别的地方去 不应该去的 那我就有使命 要带一批人到极乐世界 所以应对灾难的问题 主权在自己 不在别人 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咱那一点都不可怕 你真正了解了 咱那好思 为什么 叫我快一点成佛 我早一天就做佛 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还找这里安全 那里安全 没有 处处都是极乐世界 就像中风信念法师所说的 中风禅思想的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是净土 净土即是此方 需不需要呢 不需要 我们如果是真修 所在之处 这个地方没有在那 我们学佛不能白学了 你真把这些道理 心相离思 英国都透彻了 你就如如不动了 哪个地方有云 就到哪里去住 我们住在这个世界 没事 除了送经念佛之外 没别的事 那我们在此地 读经 分享 念佛 没有障碍 这就有缘呢 这就是极乐世界 这就是宝土啊 也有国外 也有很多地方 想要我去 我们有任何条件 只是天天可以讲解 天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同学 同餐到有很多 每天都在网络 都在电视 微信电视 只要能够跟全球 过地的同学 天天在一起分享 天天在一起学习 这个语言就出胜了 到哪里都一样 所以 等文哲之心 重要重要 我们也不要先说 如如不动 大家才更相信 还要找个地方 就逃难 你就不相信 这哪里是修复的 这么一点定功都没有 那就错了 心结着要有缘 缘结着要有行 我们就成功了 感谢观看